刚踏进自家照相馆的大门,老板娘清晰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过是找玩家出门买个豆芽的功夫,丈夫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倒在血泊之中。 惊慌失措的他慌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前来处理此案的警察,名叫启勋,已在警戒享有名气,屡破其案。 现场似乎唯一的疑点是长不到任何凶器,而尸体的死亡时间是三四个小时之前。 经过事件,法医得出结论,照相馆老板的死因是心脏麻痹,切临终时被狠狠敲打右部头颅,导致静脉爆裂,引发失险。 与此同时,死者还在拼命求救,导致嘴里和肺部充满鲜血,慢慢停止呼吸,心跳静止,他在向谁求救呢?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是死者的妻子庆熙。 在警局审讯时,齐勋注意到,这女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奇怪,半是诱惑,半是纯真。 总之,是那种很容易让男人欲罢不能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齐勋生命中也有一个,她叫佳喜,是地下酒吧的助长歌手,也是令她多年来无法自拔的婚外情人。 然而齐勋的生命中也并非毫无准则,无论在情人处逗留多久,夜深时也总要回家,因为直到妻子会在家默默等待。 而每天清晨,当佳喜一个人在空档的双人床上醒来时,总会贪婪地失望,这个男人能留下一晚,陪她知道天亮。 而为了这个渺小的愿望,她愿意用自己的余生陪在她身边来换取。 连佳喜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她做到了,以一种惨烈的方式。 那阵子,齐勋的生活愤外忙碌,警局里下发了命令,要尽快侦破照相馆老板被害一案,而妻子却在这时传出已经怀孕的喜讯。 看着超声波图像里属于她和妻子的孩子,齐勋不禁动容,妻子的眼力却隐隐藏着不安与胶着,或许她早就注意到了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婚外恋情。 沉浸在妻子有孕喜讯中的齐勋,却顾不上这些,总以为温柔大方的妻子注意不到自己背地里的小秘密。 但有了孩子的牵绊,齐勋终究熟悉了不少,一连几天都没怎么和佳喜联系。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妻子怀孕的同时,情人也怀孕了。 然而,属于这两个孩子的不幸命运,却似乎在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 正宫正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小珊竟然也带着花进来祝贺。 只让夹在中间的男人阵脚大乱。 说起来,齐勋的妻子秀贤和情人佳喜不仅曾是同窗,还曾经是归中密友。 面对上门祝贺的佳喜,秀贤眉头紧锁,说不上欢喜,也说不上难过。 反而,逼丈夫还多了几分慌乱。 齐勋顾不上这些,她自以为能够应对自如,便一面应付着妻子,一面敷衍着佳喜的挑逗。 直到佳喜站在不远处打电话告诉她,她已经怀孕四周了。 齐勋这才慌忙追了出去。 对于齐勋而言,前人和她的孩子来得太不适时候。 妻子秀贤刚刚怀孕,正需要照顾。 她略微犹豫了一下,便劝说佳喜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不料佳喜竟突然发作起来,对着她一同大骂,坚决不同意打掉两人的孩子。 随后仰尘而去,由齐勋一人站在原地发呆。 那一夜,齐勋还是去找了佳喜,见面的那一刻,佳喜依旧怒不可遏,对于她想要打掉孩子感到失望至极。 直到齐勋不由分说地将她抱住,吻上她的蠢。 佳喜整个人才像一团橡皮泥一样,弹软下来,没了反抗的力气。 然而情到深处,缠绵翡翠时,她还是会不甘心地呼喊着,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他们在午夜的泳池边相拥,她给她剪指甲,她说想生一个像她一样的儿子,还说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让她把自己的心留给她。 于是第二天早上,当佳喜又一次独自在空荡的房间醒来时,她发现枕边多了一张纸,上面是起薰化的一颗心,还写着我的心。 佳喜苦笑一声,把这纸放在脸上,贪婪地呼吸着她留下的气息,却只嗅到了虚无。 电话响起,是秀贤打来的,绝望的她已经打掉了自己和丈夫的孩子,并决定和佳喜见面谈谈。 然而佳喜却仍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始终不愿意放弃齐勋。 另一头,齐勋忙于调查的照相馆老板被害一样也有了新的进展。 警方查到老板娘不仅是丈夫保险金的受益人, 还曾给了一个名叫贺珠的小混混一笔钱。 而面对警方的专捕时,证明小混混确实流露出了极大的恐惧情绪。 与此同时,老板娘庆熙还向启勋透露了一条关键信息。 曾经有一个摄影师客人常常来地里拍照,一来二去便喜欢上了她, 常常偷偷拍下她的照片,还留下了一张写有庆熙我爱你的照片。 事发那天,正是丈夫无意间撞进了那些照片,才引发了两人之间的争吵。 此言一出,警方迅速将嫌疑锁定在庆熙所说的那名摄影师身上。 然而,摄影师那边的说辞却大不相同。 据她所言,自己已有歧视,就连在照相馆里和庆熙的邂逅, 也带着点被勾引的意味,是她主动接近的, 甚至主动提议想让她帮忙拍摄裸照。 慢慢地,她才没有抵抗住内心的诱惑, 但对于照相馆老板被害一事,她毫不知情,也绝没有作案的必要。 摄影师这头陷入了死局,警方又将焦点锁定在那个名叫贺珠的小混混身上。 据老板娘称,她给贺珠的钱,完全是遵循了丈夫生钱的意思。 至于这笔钱是做什么用的,她一无所知。 而在贺珠的女友,酒吧服务生延伸那里,警方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因为清晰一直偷偷打掉和丈夫的孩子, 上了年纪又苦于没有孩子的照相馆老板,便动了心思, 想和延伸商量帮自己生一个孩子后,就给她一栋楼作为奖金。 延伸动心了,男友贺珠却大为光火,走进照相馆,便打碎了老板的头。 而后,约上延伸来到小酒馆,一番异乱情迷过后,她疲惫地躺在床上, 一边看电视上的蹦蹦跳节目,一边扔下一句,我打碎了她的狗头。 只是,蹦蹦跳节目的时间是4点05分,可死者似乎直到节目播出后还没有死。 这蹊跷的时间差是如何造成的? 贺珠真的是杀害照相馆老板的凶手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启循正准备继续探究,加喜却又抱着花找到警局, 恭贺她受到上级嘉奖,并说今天是她的生日,想让启循陪自己一天。 两人就这样踏上了去往湖畔的旅途,只是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这场旅行注定只有一个人能够回来。 一辆轿车静静地停靠在湖水旁,驾驶座上却没有人,四周也一片死寂。 而就在这死寂之中,突然传来两声突兀的枪响。 子弹打在轿车的后备箱上,留下两个清晰的小洞, 困在其中的两个人,也如同困于屋井的楼椅一般, 看见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只是这光,远不能驱散欲望的黑暗。 后备箱里的空气浑浊不堪,至门一场, 警察启循和情人嘉喜已经被困在这里几天了, 本是一场给嘉喜庆祝生日的旅行, 却因为两人坐在后备箱里缠绵时一时忘情, 将自己繁锁在其中,并成了一场十足的悲剧。 启循连开两枪都没能打破后备箱锁, 只能绝望地和嘉喜依偎在一起。 第二天清晨,嘉喜终于实现了在启循身旁醒来的愿望, 不必再担心,她会深夜留回妻子身边, 然而此刻的启循却比任何时候都想回到妻子秀贤身边。 她望了望身旁的情人, 开始愤恨起她的恣意妄为和不管不顾, 都是你,和我们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嘉喜却放肆地笑着, 她说,她会出去,会离开这里, 会一个人生下腹中的孩子, 取名《珍珠》和小说《红字》中, 那个背负罪孽的女主人公生下的孩子同名, 她会好好抚养那个孩子长大, 她的爱便是她的罪, 她所爱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不完全属于她。 直到那一刻, 启循才知道, 在遇到她之前, 嘉喜和秀贤曾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感情, 其实嘉喜先靠近秀贤的, 是那之后, 嘉喜爱上了她, 秀贤却迟迟走不出来, 甚至连嫁给启勋这个决定, 都只是为了永远地离嘉喜近一点。 说着说着, 嘉喜突然颤抖着将手神像下体, 发现鲜血正鼓鼓流出, 她的孩子没了, 疼痛和绝望涌上心头, 令她生不如瓷, 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面对撕心裂肺的嘉喜, 启勋却笑了起来, 嘲笑着此刻的她, 不料嘉喜却拔出她的手枪, 将枪口对转自己的喉咙, 试图用死亡了结这一去痛苦, 她请求启勋代替自己动手, 然而启勋终究退去了, 她的罪孽, 她连一丝一毫都不愿意分担, 枪小了, 血腥味弥漫在愈发质闷的车厢里, 嘉喜不停地流着血, 直到启勋不得不脱下所有衣衫, 绑住了她的头和脖子, 她死后, 她在昏暗的车厢里蜷缩着, 躺在她冰冷的尸身旁, 又过了两天才被发现, 后备箱被打开的那一刻, 人们看见的是一个吃身裸体 被鲜血浸透的男人, 如同一头血淋淋, 被献祭的动物一般, 虚弱地躺在一个 已经死去的女人身旁, 被结交的那一刻, 启勋被警察们从车上颤浮下来, 像发了风一般冲向湖水, 大声呼喊着, 想要洗净身上的罪孽, 甚至试图抢夺警员的枪, 却只是无力地对着天空开了一枪, 站在人群中的秀贤, 却只是呆呆地望着 夹洗被抬走的尸体, 心如刀脚, 后来, 启勋从警局离职了, 离开的那天, 她又一次见到了照相馆的老板娘, 但最终也没有被定罪, 真正被抓捕的人, 只有那个打破了照相馆老板头的小混混, 或许出了满屋的雕像, 不会再有人知道, 那天她回家后, 曾发现满头嗜血奄奄一息的丈夫, 试图抓住她的腿, 原来丈夫临死时, 还在为摄影师给她拍的那些照片, 心有不甘, 她大受惊吓, 慌乱之间, 屈起身旁的一座小雕像, 一下一下, 砸在丈夫的头上, 直到她的愤怒, 便为求救, 太阳没有收手, 接下来, 她会离开这里, 启君也是, 然而, 那目睹朝夕相处的亲密之人, 死在怀中的噩梦, 却如影随形, 永远不会消散,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 它们生下来, 就不停地飞, 飞累了, 就睡在风里, 一辈子只能着陆一次, 那便是死亡的时候, 究竟一生, 那漫长的飞行不是潇洒, 而是无边的寂寞, 停下来吧, 漂泊的五角鸟啊, 现在, 你终于可以安稳地睡着了。 我刚巧 shifts在high, 慢慢站起来不动了, 小礼 2种中心, 我们就先的温土 pre客离开, 永远养 generations新鸟的生える, 好久称,